陪伴我们度过沉闷的求学时代 认识新朋友最好的破冰话题 拖着疲惫的身躯从公司回到家里的时候 英雄联盟总是我们最好的伙伴 这位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的好朋友 推出资金也迈入第11年了 就像我们成家立业有小孩一样 英雄联盟也催生出了许多新产品 像是福温大帝还有未来即将推出的RPG 联盟外传陨落王者 最近还有在台湾正式上市的英雄联盟手机版 英雄联盟鸡斗峡谷 会不会再造成一波全新的LOW风潮呢? 前楼四朝 李嘉靖 每天开机玩游戏大家好 欢迎回到大选者 我是Riggo帕帕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 大选者是一个群体 一个概念 一个目标 每周五固定更新 整理分析分享游戏 还有跟游戏相关的情报 英雄联盟 在2009年刚出的时候 只能透过Steam下载 玩的是欧洲和美国的伺服器 虽然延迟很高 但依旧玩得很开心 还可以练就一身预判的打法 好不容易等到台湾开了 终于可以唱完低延迟版本的游戏 玩到一头栽进去 上学翘课也要打LOW 当兵放假都是在打LOW 出租社会跟同事聊的也是LOW 交个女友还会被LOW遍 LOW对我们这一代的影响极深 也带给了我们许多深刻的回忆 陪伴我们度过这些美好回忆的 除了那些猪棚狗友 还有就是当时跟那些猪棚狗友一起玩的英雄联盟啦 但是随着年纪上去了 慢慢升约的朋友 开始工作的工作 结婚的结婚 大家越来越忙 空前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曾经去的那些网咖也是一间一间的收掉了 久久才可以跃一次 不过今天透过LOW end 终于又有机会有借口 把这些以前的胡群狗挡聚起来 重温就猛继续嘴炮 过去几年类似的手机游戏 一个一个跟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 但是迟迟都没有见到拳头 把自己的当家经纪母移植到手机上面 现在终于出来了 今天大嫌者频道就跟各位来介绍一下 英雄联盟激斗峡谷 跟我们以往所熟知的英雄联盟 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最大的重点就是 手机版跟PC版是不共同的 不能用GTC账号来玩 手机版的英雄联盟激斗峡谷 以下简称LOW end 手机版的LOW end由原厂的RIOT拳头直接营运 所以要申请拳头设的账号才可以游玩 恭喜各位 终于可以跟Garina说再见了 再也不用看到GTC每次登录的时候 那个不知道再大声什么的商城广告了 进入游戏马上就可以感受到时代的变迁 虽然是款手机游戏 但是画质可不输给PC 要是跟以前版本的LOW比 现在的画质可以说是大胜了 毕竟现今的科技进步快速 手机的硬体已经大幅的超越10年前的电脑平均水准 而且角色的精细程度甚至比现在的PC版还要更精致更漂亮 角色还有Skin都有高品质的3D建模 没事还可以转转角色看看他们的美靠 会觉得PC版符文系统太复杂的朋友也有符啦 LOW end大幅的简化符文系统 每个玩家都只能装备4种符文在身上 符文的影响也变得非常的浅显易懂 不懂如何搭配的玩家 光是使用预设的符文配置也可以玩得很开心 装备道具也有非常大的改变 游戏内许多的装备道具效果都跟PC版有非常大的不同 像是初期的鞋子 在LOW end就可以手动使用 暂时提升移动速度 武器组合的方式也变得非常的简单 价格也跟PC版不一样 更棒的是在游戏开始之前玩家可以先预设好每一个角色的装备组 如此一来在游戏中每一次回到家里泡温泉的时候 只要金币足够 画面的左边就会直接弹出你接下来该买什么装备 不用再浪费时间开启商店一个一个慢慢点 该准备都准备好了之后 实际进入战斗会发现战斗的界面跟PC版是完全不一样 技能攻击键全部都在画面的右下方 施放技能尤其是指向技都要靠拖动那个技能来瞄准 这点从PC版转来手机版的玩家 可能要经过一段阵痛期才有办法适应 而且为了配合手机玩家零碎的游戏时间 整体游戏节奏变得非常快 刚开始游戏没多久 野怪就会出现 双方的小兵立刻就开始交战 就像是那见面10秒即刻开始X的影片一样 没有前夕没有热身直接开始 游戏整体的地图配置没有太多的改变 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样子 改变比较大的地方只有主宝的两个防御塔不见啦 主塔本身是会攻击玩家的 还有就是吃龙之后地形不会改变 小兵登场的数量也有差别 相较于PC版的三近战三远战的小兵 Low M只有两近两远 推兵线也相较于PC版还要快了许多 再来就是新手最大的福利 当小兵快要死掉的时候 头上的血条就会变成白色的 代表这个时候你只要普攻A一下 就能尾刀赚到金钱 这对许多不太会尾兵的玩家 真的是很贴心 怕时间不够用的朋友也不用担心 手机版为了加速一场的游戏时间 做出了很多的改动 像是英雄的升级速度变快 双人线的经验不会被分掉 打野的不用担心经过别人的线 吸到经验值 大绝变成等级5就可以学 英雄的等级上线变成了15等 这些改变让原本一场 动辄要3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游戏时间 变成了短短10到15分钟就可以结束了 通勤上课上班 那漫长的空前等待时间 现在只要一场Low M就可以快速的消磨掉了 其实对我来说以上都不是重点 最棒的是这几天我去玩 遇到了很多新手 包括很久没有玩Low的我 自己也是一个新手 让我有种回到过去第一次玩Low的感动 满街的新手 打野是什么都不知道 中路两个人一起走也没有关系 当初会遇到的状况 现在也都会遇到 不过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嘴这些新进的玩家 让新手也能够好好的从零开始 慢慢体验这款游戏 不要一下子就进入标准的EU Style模式 看着新手们自由发挥也是很有趣的 OK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还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